大家好,我是摩根 今天这位粉丝是来自河南 跟我一个城 自称12岁 我知道不是 开始以前呢 他跟我提条件 让我玩鲁班 然后他随便玩 我就说啊 英雄要么都一样 要么随便选 他说行 让我们都玩战士 不准玩肉炖 不准出肉桩 我答应了 然后又说 赢了要168的摩尔基甲 我有点无语啊 朋友们如果 如果参加活动 看清楚规则 我只送88的皮肤 贵的我送不起 然后进入队局 我选的曹操 他不乐意了 说曹操是肉炖 我就解释说啊 曹操并不肉 只有大招吸血 才会觉得他很肉 然后队局 他也挺顺利的 连杀我两次 我杀他一次的时候 就开始说 我出兵拳了 我出肉了 不是 曹操出兵拳很正常 这个装备 是给我提供CD和减速的 他就说 有护甲的 有加血量的 都是肉桩 他不服 然后我就说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们随便打 如果赢了 我照样给他皮肤 输了什么都不给 他同意了 我用的老夫子 他用的凯 他就说 我们中期在打 你是不是想 直接拆我的塔呀 我看过你前面的视频 你都是直接拆的 我说大兄弟啊 拿皮肤 各凭本事 我怎么玩 是我的问题 你只管打赢我就好了 他就说 我们中期在打 让给个机会 这样推的太快了 我就说了 不给任何面子 凭自己的实力 来拿皮肤 最后我赢了比赛 他也非常的不开心 得知他16岁 我也没有在意啊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 我开这个活动 是为了回馈粉丝的 不管输赢 都有福里拿 我是个正常人 或许我赚的钱 还不如你 但我并不是摇钱树 上来直接让我选个鲁班 不让出一点 加血量的东西 那我直接送钱 不就好了吗 还省下了单挑的过程 有很多老粉丝 都私信我说 停了这个活动吧 没必要开 还有几个给我红包的 甚至有的粉丝 跟我打完了 不要钱 就纯属开心 就说认人这么久了啊 能加上你 跟你聊聊挺不错的 这位粉丝也是很溜啊 问我给不给安慰奖 输了不是都给安慰奖的吗 我就说了啊 肯定不给的 我们商量好的 我这人虽然不是一言九鼎 但是说话还是算话的 他说 那就不要发视频了 非常后悔 跟我单挑 我拒绝了他 我必须发 他也删了我 同时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陪伴 我希望这次的粉丝互动 是给大家带来福利的 但我并不是摇钱树 我钱并不多 大家一起互动互动 不是挺好挺开心的吗 这个活动我再做几期就停了 专心出教学什么的啊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